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10月8日发布最新报告说 他们发现华为与中共勾结的明显证据 并表示英国可能需要将清除华为设备的计划提前 英国政府今年7月宣布 该国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 停止购买华为的设备 并在2027年底之前将华为设备从其基础设施中淘汰 国防委员会表示事态的发展 可能促使英国在2025年就将华为从5G网络建设中移除